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一位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 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妈妈 人生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 但就是这样一位要钱没钱 要背景没背景的女人 依靠一股倔强的拼劲 告导了巨无霸公司 实现人生逆袭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另一类成功故事 小蚂蚁扳倒大象 顺带手拯救世界 让我们从头说起 艾琳·布罗克维奇 前半生最拿得出手的经历 就是她曾经获得过 太平洋海岸小姐的称号 但选美小姐的身份 并没有改变艾琳的生活 也说明漂亮并不等同于成功 她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32岁的时候 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过着有上对没下对的穷日子 艾琳在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 当法律文员 当整理案卷时 她突然发现 有一户人家的医疗费 是一家叫做太平洋 燃气与电力的能源公司支付的 这事儿可太不合情力了 在美国 医疗费通常是保险公司支付 怎么也轮不到电力公司支付 艾琳觉得这里面 或许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故事 艾琳为什么能这么敏感呢 因为她所在的洛杉矶市 曾经是大型公害事件的重灾区 称为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下面这段视频是上个世纪 60年代做的一段动画示意图 虽然看上去有点粗糙 但却很能说明问题 洛杉矶大量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 在光学作用下 与空气中其他成分发生化学作用 产生了大量有毒气体 这些毒气造成很多老年人死亡 75%的市民得红眼病 以及植物大量枯死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是公认的世界十大公害事件之一 这一污染事件也成为美国环境管理的转折点 催生了著名的清洁空气法 这也是首次将环境保护上升到 人类生死存亡高度的环保法案 艾琳在得到律所的许可后 开了200多公里的车 赶到位于莫哈维沙漠边缘的 一个叫做辛克利的小镇 她想去询问这里的居民 问问他们为什么医疗费是由电力公司支付的 居民们说 因为他们的房子正好在天然气场周围 电力公司想买下他们的房子 但是有一件事非常蹊跷 就是住在天然气场附近的居民 有很多人都生病了 慢性头疼 流鼻血 呼吸道疾病 心衰竭 癌症 各种各样的病都有 居民们隐隐听说 这里可能有污染 污染似乎与一种叫做个的金属成分有关 艾琳立马赶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向著名的化学教授请教 教授告诉她 个也分好几种 如果是三家个 不但对人体无害 它还会添加在防治糖尿病 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药物中 但如果是六家个 就麻烦了 那是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剧毒 不但能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 还能进入DNA 遗传到下一代 通过艾琳的不断调查 她终于把整个事件的拼图给拼完整了 电力公司的天然气厂 使用大型压缩机压缩天然气 这些压缩机使用冷却塔来冷却 为了防止机器生锈 冷却水里加入了六家个 这些废水存储在池子里 因为池子没有做好防渗层 所以渗漏到了地下水里 当地居民饮用地下水 造成了六家个 超标而中毒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疾病 电力公司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为了掩盖他们污染环境 使居民生病的事实 他们一方面用支付医疗费用的办法买通医生 让医生告诉居民他们的病与天然气场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方面他们用高价收购工厂周围的土地 希望所有的居民都搬走 这件事就彻底不会有人追究了 没想到整个事件被爱林给看穿了 爱林说服了律所的老板艾德·马斯利 他们决定向太平洋燃气与电力公司发起诉讼 但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难如登天 太平洋燃气与电力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 1852年成立于旧金山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已经成长为美国西部的能源巨头 早在1992年 它的市值就已经高达280亿美元 想在法庭上战胜拥有庞大律师团队的巨无霸公司 爱林需要拿出绝对站得住脚的证据 下面这段视频的画面来自2020年的辛克利振 在爱林发起诉讼后20年的时间里 人们逐渐搬离了这片污染的土地 这个小镇也被人戏称为鬼镇 这正是大公司为了发展 而罔顾自然环境被破坏的恶劣结果 鬼镇荒芜的画面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爱林虽然没有任何法律背景 但是她出身底层 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感同身受 在18个月的时间里 她挨家挨户了解情况 与每个居民进行交谈 关心他们的病情 了解他们的感受 发自肺腑的怜悯和同情这些生病的人 正是这份同理心感动了小镇的居民 支撑爱林将这场规模浩大 旷日持久的官司坚决的打下去 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 爱林发动的居民越来越多 从1960年代建厂之后 在附近居住过的居民 很多都搬走了 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被爱林找了回来 最后她居然找到了200多户居民 涉案人数竟然高达643人 案子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到1993年 经过多轮法庭辩论 法官对电力公司进行了惩罚性的判决 要求他们一次性支付3.33亿美元进行赔偿 这是美国历史上环境污染侵权赔偿案件中 所获赔偿数额最多的判例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是一位没有法律背景 穷困潦倒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 在这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美国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最近几年比较著名的案例 就是亚裔男子杜承德 在美联航遭到殴打的赔偿案 美联航在网上多卖了票 但是飞机已经满园了 飞机上的员工想找出四个人下飞机 他们进行抽签抽到了杜承德 但是杜承德拒绝下飞机 他们就使用暴力的手段 强行将杜承德拉下飞机 这件事引发了全美的关注 最后美联航不得不以天价 与杜承德进行了庭外合计 据称赔偿金高达1.4亿美元 为什么给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美联航不敢等待法庭的宣判 如果法庭进行惩罚性赔偿 很可能数额要远远的超过1.4亿美金 惩罚性赔偿 目的就在于惩罚明显的过错行为 并以此作为样板来威慑其他人 所以一定要巨额罚款 一次性的把过失方给罚怕了 罚得他肉疼永远也忘不了 这样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犯同样的错误了 每一次巨额赔偿判决 都会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比如强生治两门事件 赔偿了7000万美元 老太太在美国麦当劳吃饭 不小心被咖啡烫伤了腿 法院判决麦当劳赔偿270万美元 事实证明 对麦当劳的巨额罚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仅是麦当劳对餐厅做出了改进 就连汽车都重新设计了饮料杯放置的位置 减少了热饮泼洒的可能性 这不能不说 要归功于罚出来的改进 艾琳的案子很有启发性 让人联想到地沟油事件 毒大米事件 企业排放污染环境等等问题 因为资本都是逐利的 不能指望用道德 用良心 这些空洞的大道理去约束企业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一旦企业的不良行为 给环境与百姓造成了伤害 使用惩罚性的巨额赔偿 是一种有效的抑制手段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到2010年的时候 新克镇上的全部居民只有1692人了 但是从镇上居民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电力公司会经常派员工到当地去检查水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再也不想被告了 3.33亿美金的赔偿款让他们害怕了 虽然新克镇都没什么人了 但是电力公司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生怕水质再出问题 这不能不说是艾琳的功劳 也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最后我们再讲一讲艾琳的结局 艾琳的公司获得赔偿款的40% 一亿三千多万美元 艾琳得到了其中250万美元的奖励 她将这个故事写成书 出版发行 又将电影拍摄权卖给了好莱坞 好莱坞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电影 获得了2000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后来艾琳自己开办了一家环保咨询公司 成为全球著名的环保人士 艾琳的故事引人深思 正所谓成人为己 成己达人 只要坚持正义 做对的事 人生必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